香港 新加坡监管联手 跨境抓捕唱高散货集团 涉及资产超7500万港元 临近年底 香港证监会的监管力度有增无减 12月16日 证监会披露 已联合香港警务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警察部队 对一个涉嫌在香港特区 和新加坡两地进行唱高散货市场 操纵计划的活跃团体出售 共拘捕10名嫌疑人 冻结39个银行账户 涉及资产超7500万港元 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魏剑星表示 打击在网络平台的投资欺诈和骗局 例如社交媒体唱高散货骗局 仍然是证监会的执法工作重点 所谓唱高散货 即骗子以不同方式 人为推高某个上市公司股价 再又使其他投资者在高点接获 自己则抛售获利 今日警务处与证监会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 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高级警司郑立奇表示 该部法团体自今年初开始 利用社交平台放风称某些股票价格会涨 在韭菜高位买入后就大量抛售 导致股价暴现 警方针对三间香港上市公司调查后发现 嫌疑人串通了三间公司管理层 利用在香港客区和新加坡的证券账户 以及傀儡投资者造势推高股价 然后再在社交媒体散布利好消息 龙皇2017年上市时的公开资料显示 黄永志与其兄弟黄永康 在2004年以龙皇品牌起家 上市之初黄永志及其妻子李静农 合计持有40.2%股权 7月13日龙皇集团发布公告称 黄永志辞任执行董事和行政总裁等职 李静农也同时辞去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职位